主席 主席 我們人民會 孫主委 還有各位官員 我們各位同仁 大家好 我們有請 孫主委 謝謝 主委好 請問我們 主委有沒有去看孫義台灣原住民博物館的特展 百年來的您是 有 而且跟孫義博物館的關係也是 從他們一開始我就參與他們的計畫 也跟他們是好朋友 這個特展 日本大阪國立民主協宴博物館 特別免費提供給孫義原住民博物館來展出 本來在10月11號 這個展完之後要轉到台東的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 繼續展出 結果因為史前館說他們沒有錢 結果這些這麼珍貴的文物就沒辦法回到原鄉 到台東那邊展出 史前館也曾經找教育部 找教育部要錢 但教育部沒有核定補助計畫 這個也臨時喊卡 那主委 你這個 這一個有沒有去找 找我們圓民會幫忙 報告委員這個事情 我之前有比較多一點了解 是 的的確確裡面那個本來教育部有一些經費要給史前館 印回去了嗎 他們的人員到了啦 但是我們現在正在努力喔 請史前博物館跟那個明博 就是大阪的民族博物館 在商量 我剛剛聽孔委員好像說那個文物要裝箱載回去 我的了解是還在磋商中 對 確定啦 因為我昨天還在 對 這很可惜啊 我想這個圓民會 因為這個有關我們 自己連在日本也沒有公 好像也沒有曝光過 這非常珍貴的 因為史前博物館 主要是 是教育部的 他們最初 本來也跟教育部做這個申請 但是應該就是 因為這個是屬於我們原住民的 對對對 這他們反應給我的 應該我們佩兒 展出地點 是那個地點是教育部的沒錯 是是是 那其實150萬呢 對教育部來講也不多嘛 我們如果主動幫忙 大家協調一下 不過不然我們也出一點 這應該是 在經費上給予一點協助 我想將來 這個在文物的保存 我們也在 圓民會的這個工作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主要的工作 對對對 應該主動一點 是是 有這些困難 那這個 我再問一下 再請教一下 圓民會有一筆原住民文化維護 與發展的 預算經費 是為了振興原住民民主文化 其中充實並佛化原住民文物館 十二四年到九十八年度 這個編了八千五百萬 是 那實際核定金額更高達九千八百三十九萬元 是 結果成效不彰 所補助興建的原住民文物館 營運效能非常低落 那無法達到我們先是 振興這個 發展原住民文化的這個目的 對不對 那 那 這個 我想 從這些 這個 這個 這些例子 我想原住民 應該 有錢 我們也要會花 怎麼來應用 這一點我想 這個應該 原住民 圓民會應該應該 再加油一點 報告委員 這個 我的了解 那我們希望今年 像我在還沒當主委之前 我就協助 處理了在烏來的文物館 我們有三個比較大的展覽 那這個展覽看我現在看那個情況還不錯 所以把它當做一個示範點 將來有一些文物也可以做這個輪流的這種 這種 展覽 然後也加強這個原住民的藝術家跟這些管設的附通 因為我稍微知道先前的情況 所以未來在做這個事情上面應該會比較 比較有把握 對 我再請教我們主委 那個馬加這個原住民文化園區啊 我想這個 這個看久了啦 如果 從開始 因為我是屏東的 跟我們前委員啊 我想我們看 很久 好像就是非常 你再下去啊 如果沒有再充實還是變化 一點變化 我想這個看久了 現在現在 這個參觀的人 有沒有成長啊 呃 前一段時間還好 最近因為那個 台風啊 當然台風這個就比較 的確 還不只是那邊 整個山地門的這個 都有這個問題 不過剛才 總結了 總結了我們這個 這個原民會 很多 尤其在工程方面 這進度非常慢 是沒有工程的 專業人才 這個 這個 還是你看 我經常在講 從去年 我們那個 貪荒啊 那個 區內那個貪荒 那一部分啊 去年講 說在修修修 結果今年又碰到 大大那個 到現在還是 還是沒修好啊 現在是可以通的 一小段 對 你看在搶救一些災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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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個搶救啊 一些公路啊 阿里山的也好 還是還是那個 要搶通的 都很快人家 都都有一個實現實效性 趕快 夜夜早通 讓大家方便 那我們那邊我過去看好像也沒有在動 沒有沒有動靜啊 最近那個 這個預算已經通過了 就是他現在是這樣 那個 最初有一些 這個整修上面的困難 是也跟地主有一些關聯 不過總體來講 那個 原住民文化園區 已經22年 那個的確有很多 需要的改變 對 那個沒有 我們應該有一個 比較 比較整體的規劃 這個原住民文化園區 是很可惜 我想真的 不要給他沒落 你如果人家看幾次 遊客來看了幾次 都沒有什麼新鮮的東西 還是沒有一些動態的 只有歌舞 我想還不足以來 讓整個活絡起來 歌舞也看多也是 都是 我看那個 這個戲碼都差不多 不過將來這個部分 會跟那個28個文物館一起 對啦 在這方面 原住民給大家看的就是這方面 那多用一點心 去開發新的一些 看這個充實裡面的 展覽內容 展演內容 這個應該應該 應該可以做 我們到國外去 當然啦 有時候你說去 紐西蘭毛利 那個也是 也是沒什麼東西 說實上 但是至少 這個我想 如果我們多用心 去那個 有時候變化 多變化 這樣人家台有一點新鮮感才會再來 對不然花那麼多錢 實在是 很可惜 我們在這個部分一定會 給他沒落 不要不要給他沒落 那這個原住民地區 我們這個愛台十二項建設 原住民民主基礎建設方案中 原住民民會 我們編了那個原住民地區 我們是 部落水資源規劃跟供水計畫 這三億兩百四十萬 這是為了改善我們原住民地區的 原住民地區的原水品質 對不對 那其實從九十年就開始做了 這個 根據原民會的資料 這張計畫 九十四到九十八年 每年預算執行率都不到九成 每年都有剩餘款 而今年 到目前九月為止 執行率才十一點六 這你知道不是嗎 我知道 但是我們有一個說明 是不是我請我們的處長 跟委員做報告 可以嗎 要稍微講一下 請一下 目前這個計畫 總共是核定的五十六件 那現在各地方政府 一直在加緊趕辦 這個高峰期是 執行率的高峰期 是在十一月份 分配數在那個 十一月份 十一月份 現在十月份 都夠一半 現在就是要等他們 地方政府來求 那才十一趴而已 對沒有錯 因為分配數 分到後面去 對啊 這個 這個我看 我看這個水的水 對原住民地區 這個水啊 尤其這個 衛生方面 我們希望水 這個 水資源 這一些 規劃自來水的 這個應該 應該 好好來規劃 不是 草草了事 這個到 最後要消化預算 才在什麼高峰時 這個工程 什麼高峰的 水都天天要用的 對不對 我們這個 過去啊 的確很多 前置作業 不是啊 大概講 我們現在 跟幾位委員 尤其原住民地區委員 我們都有感覺說 人民會 這個 當然政府有成立這個 人民會 照顧啊 這個美意啊 我們不要自己 組織架構 這個結構性的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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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話 好像 好像這個 單位沒有 這個在效率上 總是給人家 結得慢了一拍 我們明年一定 在這個 我想 大家對 孫主委的這個 期待都非常高 齁 希望你能 把我們 這個 好好 整頓一下 好 鄭重一點